为了配合国家清洁周 日前由日管处配合水里乡公所 共同办理的2018清净家园活动 在水云桥盘旁盛大举行 并邀请水里当地居民来为环境做清洁 希望借此能够将自行车道的路面清洁干净 本路的活动是配合107年行政环保署的 国家环境清洁周所发起的活动 我们今天的活动的话呢 是从水云桥盘车程的脚纳车道的清洁工作 我们发动了请先锋手协处发动了脚纳车道 沿线的村庄还有社区 还有我们本处车程管理站的所有的同仁 一起来做环境清洁的工作 而今天办理的活动除了配合国家清洁周以外 也邀请许多单位前来帮忙 希望借此将不干净的地方清洁好 我们今天举办这个活动非常有意义 主要就是要配合我们国家清洁周 亲近家园的活动 那我们整合了我们水里西周边的 整个的社区还有村办公处 尤其是我们主办单位是我们日月坦 国家风景管理处 那跟我们水里相公所一同来合办 希望把我们现在既有的自行车道 水安自行车道能够整理得很干净 把一些清胎啦 一些不干净的东西 我们把它整理好 借着这样子 利用这个国家清洁周 来祝福大家 有一个平安快乐喜乐的 清洁干净的一个年 南光村长表示 参加这次的活动非常的有意义 不但能将这条步道清理干净 也能让游客来到水里 看到最美的自行车步道 今天来参加我们日月坦风管处 来主办这个清洁周的环境 我带着我们船来 一些防信附水志工 还有我们的守望相助队的队员 来参加这个清洁日的工作 我感觉会非常有意义 可以带我们这条水水自行车步道 来做经理 让我们来这里 来这里的游客 或是我们的民众 来这里 担搭 乘搬 都可以用一个安全的 的风景 和清洁的风景 新议员陈淑慧 希望透过这次的清洁活动 让每位来到水里自行车步道的民众 看见水里的美 今天日 我们让我们处来发起 基本到 这个清洁家园的一个活动 那在今天日的 很多志工和水里乡公所 很辛苦的成家人员 来到这个部队 来扫到路面上的这些消息 包括说 旧年以来 这个路面的清派 希望说这种结合 可以让我们所有的 清洁家园运动 在水里乡民 卖力的打扫下 环境换人一心 新议员陈淑慧 肯定主办单位的用心 也期盼所有游客 来到水里乡 都能看见水里的美 记者邱平逸 水里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